最近一段时间 日方为了扩张军力增加防卫预算 谋求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不断制造各种借口 散布不负责任的言论 这种企图突破专守防卫的危险苗头 才是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和强烈担忧的 日本军国主义当年以外部威胁等为借口 发动对外侵略战争 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人民 带来深重灾难 我们敦促日方以始为鉴 约束自身言行 多做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感谢观看